星期一起,紐約市15年來首次開放紐約市住房管理局NITRA Session 8住房券抽籤的等候名單 令更多人有機會參加該市租金補貼的抽籤等候名單的申請期限截至今個星期日 市長Eric Adams 表示,上一次開放等候名單是在2009年開放首日的申請需求量很高 住房券項目負責人指出,僅在短短9小時內,該市就有超過10萬人提交了申請 申請人無需支付任何費用,預計Session 8等候名單將於8月1日確定 在之前,名單狀況將無法查看 感興趣的人士可掃描而為碼,進入NITRA住房申請網站提交信息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